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里感到不太舒坦的时候 如何去化解 我以为第一 第一 您如果能做到的话 那您就不用听我说第二条了 第一条 您想想 我们在医院里做的那个心电头 心电图 心电图就是波浪式的 波浪式的 一波一浪 上下上下 如果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了 那就意味着生命结束了 所以呢 我就想用这一条活着的心电图 它就是起起伏伏 我就想说如果您能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生命有生命活着 就意味着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就是生命 人生就是起起伏伏 如果您想得到一条平坦的大路 那可以说是天方夜谈 就像那心电图一样 操平了 生命也就结束了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 看诞生命中所有的不快 因为活着意味着每天都可能碰到 自己不如意或者说不顺心的事 忽略它 让它随风而去 让它随水而流 无视它做自己该做的事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条 您如果能做到这第一条 就没必要听我下边啰嗦了 如果您说说什么呀 忘了随风而去 随水流去 哪有那么容易呢 那您呀 就听我说第二条 在生活中呀 我们遇到烦恼呀 很多人呀 都希望找一个亲人去倾诉 或者说找一个长者 阅历丰富的人 给自己解一解 或者给自己一些很好的建议 这是我们人一般的一种 直接的一种需求 那么今天我想说 有这种倾诉的这种欲望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同时呢 当你心里有不愉快的时候 不要一直憋着 心里有不愉快的事情 自己化解不了的时候 一定一定不要憋着 憋着一定会憋出病的 所以呢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发泄出去 所以我说呀 现代社会 有时候说要戒烟呀 要戒酒呀 或者什么戒毒呀 什么人好多的事 其实我觉得 那个都是人 精神压力太大的 一种释放精神压力的形式 那么就说 释放精神压力的形式 最好能选择一个 既释放了压力 给自己又没有什么 副作用的方式 那么释放精神压力 没有副作用的方法 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呢 人在最烦恼的时候 好像说 哎呀 我特别想听 谁给我提一些建议 给我出一些好主意什么 其实呢 更多的 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只是想倾诉 倾诉出去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呢 别人给他提建议 其实在那个最烦恼的时候 他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说 当自己有烦恼的时候 要倾诉的时候 就把他倾诉出去 但是 一定要找好倾诉的对象 所谓倾诉呢 你给别人倾诉你的苦水 所谓就是说 你这苦水去倒给谁 你要选好那个 接受你倒的对象 一 你倒给他 他不会反感 他愿意听取你的诉说 静静的配合你 让你感到很踏实 他给你诉说 让你诉说 这样的对象 当然当然是非常好了 但是 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对象 还是比较难找的 第二呢 就是说 我们给人家诉说 倒了一肚子苦水 会不会给对方添麻烦呢 人家有没有责任 有没有义务 一直在听你倒苦水呢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呢 这是我们想为别人着想吧 对吧 还有一个对自己 自己把苦水倒出去了 但是呢 涂了一时的轻松 最后会有副作用的 所谓现代社会里 出卖你的人 最最对你伤害最深的人 是你最亲近的人 所谓的闺蜜 闺蜜 害闺蜜 遗害一个准 遗害一个深深的伤 所以呢 你给人倒苦水 倒痛快了 最后呢 成了有些人 来用那个 怎么说呢 嗯 边是非 这呀 那呀 一大堆 总之 可能后边会给你 自己带来副作用 所以呢 冷静的想一下 我们在烦恼的时候 特别想把这个话 说给一个人 其实 过了那一阵以后呀 自己一想都没什么 哎呦 何苦给别人说呢 所以呢 治愈很多心灵烦恼的事情 就是说 让时间 时间是最好的药 最能疗伤 又没有副作用的药 如果您忍不住的话 您呀 可以 现在社会呀 你可以录视频 把你的苦恼都倒给视频 然后呢 自己再把它返回来看 说不定您自己一听都哈哈大笑 一切苦恼 全都烟消云散了 要么就去吃一顿好吃的 要么就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要么就出去旅游一圈 要么就出去看看风景 在大自然中 陶夜情操 情操 还有呢 日本人过去 不是我们过去在国内的时候 国内有那个沙包 打沙包 打沙袋 那个好像是从日本传过去的 那个呢 其实它也是一种 个人情绪的一种 舒缓的一种方式 而又不给别人 给社会带来麻烦 就自己在钻到一个屋子里 打呀打呀 把自己的这种内心的那种 郁闷都释放出去了 所以呢 今天红月想给您说的 就是说 当您遇到不快 遇到不顺的时候 你首先想生命就是一条曲折不平的线 如果一平平的一条线 那就是死亡 除了死亡 一切都是每天活在起起伏伏 毛对中的 那么第二 当您呀 还理解不了 您还有一肚子哭吹 需要释放的时候 不要随便 见谁都说 尤其是最亲近的人 是伤害自己最深的人 还不如 自己在家里 打沙袋 自己在视频面前 录视频 录完了 自己给自己说 自己给自己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 收听 收看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下次见